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弃明年的重考去参加林业进修 几经周转 周转 再周转 数越来越多 人越来越少 手机一开始没信号 处处文丁重咬 时不时的还有一声嚎叫 此地不易久留啊 转身就要往回跑 哎呀 这回彻底没信号了 下一班车还要六个小时之后踩到 正在原地挣扎 进修班的老师就来接他 见面先逮了一条腹蛇 看得勇气心凉半截 到了进修班发现清一水的老爷们儿 勇气忍不住问老师广告上的女同学在哪儿 老师温馨提示 请看横左横下的那个左下角 哇擦 你们山里的套路十八弯呢 气还没喘云 会儿就开始上课 老师认认真真教个结成方法 让勇气活生生练成了结杂 今天上大课 电锯的使用方法 学会了你们就可以去惊魂了 做示范的是大壮 伐木的汉子你威武雄壮 飞武的巨墨子热辣滚烫 大家瞪大眼睛仔细看 只有勇气心不在焉 一会儿要时机 一会儿怕出汗 大壮就暴躁了 娇轻娘机的你散着干毛线呢 勇气一害怕 不小心割破了手指 头晕眼花 四肢发麻 这点小伤 你瞅你那点出息啊 勇气待不下去了 决定回他的大城市 做娇滴滴的美男子 正赶上有人从学校往外走 就顺路送他去了车站 摘了头盔 勇气惊呆了 他就是广告上的小花 果然在山里盛开着 小花打心眼里瞧不上 勇气那一副娇生惯养的样子 勇气为了自己的一言万年 一咬牙一跺脚 步行回了禁修班 经过了一个月的学习 坚持下来的学生所剩无几 接下来他们会被安排到 山里的各个地区 进行围基一年的实习 勇气被派去了神区村 就在大山的最深处 而大壮就来自那里 这一年 勇气要在大壮家住 想想就发出 开了好长一段能颠出祥的山路 终于到了村子里 勇气先去跟村长报到 受到了村长一家的热情招呼 你给我助腿 热情大劲了啊 山路被挡 村长让勇气去帮忙 勇气栽子愣愣慌慌张张 啥忙也没帮上 还招了满定的水质 这玩意不能用手好 只能用火了 一群老爷们集体套打火机 在勇气屁股上烧水质 但是哥们 前面那个别烧 那个不是水质诶 好不容易到了晚饭时间 不是生鹿肉就是泡舌酒 半夜偷吃喝点水 水里还泡着老太太的假牙 在神区村的第一天 生无可恋呢 第二天趁家里没人 勇气收拾东西就要跑 村口蹲守着大麻将的四大护法 刚问车站在哪 大壮拉着一车人就过来了 勇气谎称自己要去修手机 反正赶上了那就一起吧 再回到村里 他终于又见到了小花 这回再也不跑了 从此每天经历大壮提供的叫醒服务 然后扎进山里 这边伐木那边种树 维持生态平衡 为子孙后代造福 勇气渐渐习惯了山里的生活 跟大壮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大壮送了他一打蓝精灵 空薄又透明 勇气当步一颤 大壮说你瞅我干啥 让你去追小花 不是让你奉献菊花 勇气估计勇气去了小花家 小花依然一脸嫌弃 他是村里的老师 勇气跟着就去了学校 我就不信我撂不到 放学后他去了村长家 看到了将要参加山神祭典的人的牌子 听村长讲村子里的故事 他曾祖父那代人 在百年前种下了树 由村长这代人砍下 再种树留给百年后的子孙砍伐 世世代代他们都是大山的孩子 第二天要砍的树 就是百年老树 虽然勇气只负责 侃侃附近的小树 但是仍然一脸幸福 百年老树还是由大壮搞定 我呀有瘦吊啊 勇气仿佛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 他学会了各种技能 享受着山里的每一寸风景 小花看着这个曾经娇气的城市骚年 变成了如今的山里汉子 好像也不那么讨厌了 这天几个城里的同学 让勇气帮忙 带他们参观临夜作业 一个个身娇肉贵 把大山当儿戏 对山里人各种瞧不起 大壮搞要发飙 勇气先暴躁了 矫情娘急的 你们在这干毛线呢 他把同学赶出了大山 不到一年的时间 勇气已经爱上了这片山 过了冬天就是山神祭典 村长和大壮想让勇气参加 却被长老们拒绝了 很快春朵花开 到了流山之日 所谓流山之日 就是山神清点树木的日子 任何人不能进山 传说在这天进山的人 会被算作树木 可长老家的熊孩子 一眼没照到就钻进了山里 勇气跟着全村老少爷们去寻找 进山就起了大雾 仿佛在山神的指引下 勇气找到了熊孩子 却被腹蛇咬了 感动了全村人 连小花也跟他越走越近了 一会儿到了祭典的时间 离勇气结束进修也只剩几天 这次没有人再反对勇气参加祭典 他终于有了自己的牌子 所有的老爷们都要上山顶 可就在这时 勇气妈妈打来电话 说是关于勇气他爹的要紧事情 勇气无劳风的跑去接电话 妈妈却说他爹要做汉堡 问他想吃番茄酱还是辣椒酱 哎呀我亲妈呀 你能不能不要酱事儿呢 勇气急挠的挂了电话 却已经赶不上上山的队伍了 小花一急眼 骑着摩托带着勇气就往山上跑 追上大壮才发现 自己被一圈 不灵不灵的兜当步环绕 好在勇气赶上了祭典 小花也算没白标 爷们们用传统的工具 砍下巨型树干 从山顶推下 一根绳子缠住了勇气的脚 下是下不来了 要不上去吧 体验了一把史上最刺激的 原生态过山车 今年的祭典异常圆满呢 一年的进修也结束了 这次是大壮哭得像个姑娘 小花追了好远好远 勇气带着满心的不舍 回到了城市间 人多喧闹车水马龙 各种的不适应 当他走到家门口 突然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附近在建房子 那是木头的味道 勇气把带回来的蛇酒 留在了家门口 毅然决然的坐上了 返回神去村的车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日本知情上山下乡 最终成为大山之子 又欢乐又深刻 青春满屏幕 还夹洒着雨后春泥的味道 敬畏自然 热爱自然 自然会怀疑最温暖的拥抱 好了不说了 小屋在山里走地屋了 今天的哪儿哪儿神去村 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敬请大力关注物语社 咱们下期再见